好上次邓哥来还帮我们打电话给光宝科 问说你为什么不发可转债了 好不知道有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 但是新日新也说他们现在要延后发可转债 因为最近市场的波动太大了 我们到底该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好邓哥光宝科回你电话了吗 还没还没回你电话 那你该打到新日新好了 对对对我应该这样做才对 好因为他现在延后发债 不过他是延后他没有取消 现在股价反而看起来有点利空出尽的味道 那另外呢刚刚第一段中总有讲到现金增资 现在可转债的发行其实也是一个防守价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新日新的部分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新日新 刚刚中总已经帮我们提到的现增是170 一样那他因为他的CP是在用近拍的模式 跟光宝科不一样光宝科是寻圈 他是近拍 所以说他会在这边提出说往后演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近期股价的确是比较大的波动 那我们可以来看他在这一天宣布隔天几乎跌停 但是再隔一天马上又站上去 而且是完全吃掉他 所以说对这种标的来讲 我们前面有讲过延期或是取消可转债 对他来讲只是一个短线的利空 并不会影响他长期的发展 所以说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新日新的部分 因为他跟iPhone 因为他有可能是要出折叠机的部分 所以相对来说他都会是一个比较有称的一个部分 那一样像这个新日新赵力富士达这些折叠手机 都有可能是接下来的这个会一个不错的一个标的 然后所以一样我们来看延后发债的部分 他确实是因为大盘的震荡大的时候 他想要往后延期 因为他是用近拍的 对他是用近拍的 用拍的就会影响价格 对第一个他拍他拍影响到价格 而第二个来讲 就是说其实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其实不要太担心 我们讲他就是一个短线的反应 不要太担心 那一样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限增价是170 所以说假设今天他如果可以回到170的时候 反而会是一个不错的思考的点位 对那今年我们讲的iPhone 他不只要出手机的折叠 可能平板他也要出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折叠的时候 结合他的笔电 也许新日新就会有机会 新日新其实在notebook上面是轴承的第一大厂 可能我们还不见得等得到iPhone的折叠机 但其他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是没错 而且一样他在这个CP的公开说明书上面 其实也是提到了 他也是想要做一个这个 去增加他的营收 去扩敞的一件事情 对不是借新还旧 那我们就是比较喜欢这种 好那接下来来看一下 说像刚好遇到这个今天的大碟 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在座可转载 就很喜欢这个这个局面 喜欢是不是 对我们最喜欢就是这种 这个时候来接可转载最开心 对因为就会有很多的甜甜价 我们之前有讲过 可转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他一个票面价值 所以越接近他的一百块钱 我们就越喜欢 越喜欢去找这种标的 第二个呢 他的基本面如果是良好的 往往会在今天 就是这种大盘 大跌的举出现错杀 那这个时候 他的可转载 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的了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去看 他在这个时候反而他的可转载 比他的现股要来的保值很多 我们举个例 像之前我们来节目上面提到的新云 今天基本上其他股价也回挡了 从472回到400 其实也算跌幅蛮多的 但是你看他的可转载 他可以撑在这个位置 就是撑在他发的这个位置 一百三十二 他就是不会跌破 相对来讲 持有载的人不愿意卖出 吸收的情况就会很明显 所以说一样我们持续要关注的就是什么 他的营收年增率 他累积年增率 营收我们之前也是分享过 怎么去观察他 只要他这个地方没有变化 基本上来讲 我相信新云的这个股价 也不会有太差的表现 因为台积电开法说会 都是开别人的法说会 他就讲到说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这个先进封装 公补应求 明年翻倍 对明年翻倍 所以相对他的这些类股的表现 就都是会不错 所以说一样 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去找出 所谓的甜甜价的可转债 什么叫甜甜价 定义是什么 对我们来看一下 就第一个 他的CP的价格是合理的 溢价率也是合理的 然后最重要是怎么样 我们希望回复到 之前讲的有群足性 那什么叫CP价格合理 就是他不要太贵 我们之前有讲过 不要超过一百三 不要超过一百三 对 不要超过一百三 然后转换比例要低 不要说已经大家都已经换成股票 那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希望他的时间要很久 越久越好 时间越长价值越高 对我可以撑得越久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要有群足性 所以这边帮大家整理了 我们看到群联 金豪科跟智商 他都是属于 记忆体 记忆体 然后他的可转债的价格 其实也都相对来讲 不算太高 距离一百块也不远 接下来贵猛跟巨大 他就是脚踏车 今晚的奥运 对 没错 对 所以就是有这相关题材 那像台药跟金像电 他就是PCB 那PCB的部分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台积电他一条线的 从最上游的重月 一直发载 发到帆轩 然后到新云 那封装制程完之后 他要装在板子上 所以这时候PCB就开始 最近的也比较强势 像刚刚提到3198的景硕 是载板类的 载板类的 对不对 然后像金像电台 都有发可转载 那6269的台郡 刚刚才近拍完 对 所以说他都是有一些 相关性的一个发展 那接下来一样 我们今天会提到 你也放了一档 然后接下来这个 刚刚才发的东哥 东哥很猛 又现真又CB 对啊 因为可能刚好就是 最近水灾比较多 爱经无息 对对对 南部还在夜水 对对对 所以说一样 我们可能会需要 这个相关的一些观察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怎么再去 我们回复到这点讲的 怎么去观察一档标的 如果是在高档发载 像先进光 他算是高档发载 对不对 我们回过头来看 要看他的营收年增率 我们看到从 字也太小 对小了一点 没关系总之营收是往上走的 对我们看是往上走的 他不是红的 他是往上走的 对不对 那他的可转债 是在上礼拜才发的可转债 好这边才发 对这边才发的 所以说一样 那今天大跌 其实他的线股是在盘中 可以拉到平盘之上 对那他是什么 他是光学镜头 那我们今年有提到 上上礼拜最强的肋股 就是光学镜头 从亚光开始 大力光 预警光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相对来讲 也都算是有支撑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的可转债 就会是一个 我们喜欢观察的标的 肋股都有在涨 那引寿又是成长的 那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又再回复到 我们第一集有讲的 地缘分点 我们看一下 先进光的公司在哪里 他在台中 台中是光学的大聚落 没有错 所以说一样 大力光也在台中 对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最近十天 先进光哪些公司在买 中港在台中 清水在台中 华南永生在台中 都是台中人 台中 几乎全部 几乎全部都是台中人 所以说 连丰元人也有来 对 可能有听到 在旁边 对 没错 那就是我们讲了 我们最喜欢交这种朋友 他真的买给你看 那我们就这种最喜欢 那目前股价 在这个本益笔河流图上面 也是一个这个 在合理 合理的一个价格 便宜偏合理的价位 那就是你要 不管是基本面 还是筹码面 你都可以来做一个观察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金像电 金像电就讲了PCB类股 最近也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像3198今天也是一样 开低直接就拉到平板之上 相对比较强的 一样我们去观察它的营收 没事 红的对红的变黑的 而且重要的是什么 它是60%50%40%40%的成长 大幅成长 大幅成长 那在什么时候 今年的一月开始 可是它的股价 从今年的一月开始之后 怎么样 就一路的回档 回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相对来讲 股价回到了一个甜甜价 但是营收又是成长的 接下来一样 那它的可转债的价位 大概在120左右 相对来讲距离票面价值不要太远 就是我们喜欢的 接下来它的溢价率 在22.87% 就算股价再往回 但是可转债 市场还是给它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但是你刚才有说 溢价率最好就是20%以内 对20%左右 我们刚刚先进光的这个溢价率 也就是在22%左右 这个也是22% 这是一个黄金数字 大家都喜欢看这个地方 那一样来看一下 在金像店有赚钱的公司 目前的股价也是来到了这个便宜价 合理偏便宜的一个价位 所以说一样 我们都可以去列为一个观察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东哥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东哥 因为刚刚好 它就非常符合我们讲的低档发债 这是刚刚才发 低档发债 非常的低 它多低呢 它最高价是668 现在的股价是375 整理的快一年 整理快一年而且它是一直往下跌 再跌了50% 跟我们之前讲的群联很像 打折再打折 这个时候 一样刚刚中总已经帮我们讲过非常多的了 我们只要来看市场上怎么去看它的可短债 怎么刚刚好都是22% 你看我们刚刚讲每一次党都是这样子 不管是地缘分点就是很多的巧合 营收增长率就是这么多的巧合 一样这个溢价率也是这么巧合 所以基本上来讲做可转债 你很容易去观察到一些毛利 对是很明显的 所以说一样东哥一样 它的这个合流本益比目前的股价也是在合理偏偏移 所以说你只要做基本面 或者是去做现正面的观察 都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好的标的 做多 但是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这个时候只做多好像风险很高 我就是不敢做多 可能大部分人觉得降持股 对没错 可能降低持股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可转债 我们每一集都要一个小教室 对那我们这一集跟大家分享 就是可转债一个特色的交易模式 你的slogan 对动态避险 我一定要讲完我才能讲我的slogan 有准备 对要先学起来才能有slogan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举个例子 我们约定转换加100块 那我买了100块的可转债 对不对 对 股票涨到100块 我可转债价值就是110 好 现股涨到110 对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卖掉 我就赚了10块钱 那我如果没有卖掉 我持有的现股跌回100块 对我来讲 账面就没有损失 也没有获利 但假设我的现股跌到50块 出事了 到期 我有没有账面损失 没有 也是没有损失 好 我们就用这个玩法 来演先出一个所谓的 动态避险的交易模式 怎么样做 我们第一个要抓的就是什么 它的可转债的溢价率 要很低 刚刚我们要单边做多的标的 要怎么样 20几% 要高的 但是今天它的可转债 溢价率只有看0.84% 1.15% 表示市场上面对于这档可转债的后期 可能没有那么看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的可转债的价格 不要距离100太远 刚刚我们讲 它跌到100 就会有一个抗跌 因为它一个票面价值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一样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 那各位一定要做一个观察 就是这个溢价率的部分 越低越好 如果是负值 那就更棒 负值更棒 就折价了 折价了 没错 这个时候你去做动态避险 就会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因为现股跌10% 你可转债也会跟着跌10% 但是现股跌穿了转换价 你的可转债就会停在100 是 没错嘛 那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我们来做一档 这个训印 训印3的这个动态避险 我们去买一张116块的可转债 假设今天训印的现股价格 也是116 那它的转换价是100 就用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来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这样大家比较能够听得懂 我买一张116块的可转债 我空一张训印的116块的现股 那我会有什么样的剧本 我明天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假设今天晚上PCE 好消息 明天大涨 那我可能训印会跟着一起涨 对不对 假设往上涨了 涨5块钱 我的空单亏损5块钱 但是我多单也会多5块钱 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损失的 但假设今天晚上PCE公布的不如人意 他往下杀了 一样同样的逻辑 116块跌到100块 我的空单赚16块 我的多单亏16块 也没有损失 但是好了 假设今天他杀不住车 他跌到了90块 我们刚刚116块空单 跌到90块 我赚了26块 但是我的多单 在100块钱 他就会停下来 因为他会停在他的面额 跳棉价值 对 所以我只会输16块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什么 涨没有损失 跌你赚到钱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座 客展在上面一个很有趣的交易模式 就叫做东来必选 今天你也是开心的啊 不能说开心 有人比我更开心 有人在日本 比我更开心 还发讯息给我们 对 发讯息给我们 他盘中还发了一个讯息 我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提示 结果不是 他发了一个车牌给我 是8787 这是骂我吗 是因为我的球衣背号是87 他没有闲情意志 他出国他也想到我 以后开一个小哥游艇吗 可以可以 所以一样 我们简单来看 像比如像成德 我们刚刚举的是一个整数的例子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刚好都是整数 所以说一样 我们要找的就是去看他的转换溢价率 越低越好 最好是负值 第二个 我们要注意他的转换股数 转换股数 你要去做一个相对应的多单跟空单的组合 你才能去完成这个动态避险的获利 好 大家揣摩一下 因为不见得每一个投资朋友都习惯做空 但是如果了解可转债的特性 就知道用他来避险 因为他的票面值会帮他做一个很坚强的防守 没错 所以可以来参考一下学一个新的技能 对 所以说今天你在学完动态避险之后 你就可以多一个slogan 我们讲了解可转债 不会一生债 交易可转债 多空皆可转 好谢谢 可转在天王邓哥